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 是不是美国清除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究竟想干嘛 据爆料 在俄乌冲突非常激烈的时期 俄罗斯在乌克兰竟然发现了 美国多达26个生物实验室 美国干嘛要弄那么多的生物实验室 难道网传是真的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共同聊一下 美国清除人类计划是真的还是假的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 谢谢 可以说网上很早就流传着 这么一些关于美国清除人类计划的一个消息 说实话 当时我也看了 我感觉这是特别无聊 这不是属于阴谋论吗 实在是不敢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但是从2019年以后爆发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来看 真的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味道了 那么清除人类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网上这个说法这个计划叫啥呢 安德鲁萨克逊计划 大体计划概括了起来就是啥呢 要将全球这个七八十亿人口嘛 先清除掉百分之五十 然后啊再继续清理 最后啊只剩下全球五一多人 哎 这样呢 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新政府了 从而达到他们灭亡人类独霸世界的真正目的 那么这个计划是怎么实施的呢 美国首先呢 选择了13个国家开始实验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巴西等等这些国家吧 不能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呢 比较乱呗 还就比较穷 而且那个人口也比较大 还比较多 都是普遍的一个生产力十分低下 如果要想吃得饱的话 那就得看美国脸色 也可以说不听话 我就不给你这个援助了 不给你粮食了 美国对待这些国家 一边是摁住了他们的命脉 一边又是推出了另一个政策 那就是啥 绝育不想生孩子 降低你这个人口出生率 变相把这个人口逐渐缩小 关于绝育这个话题 其实早在1991年 巴西杂志 以及巴西其他主要媒体 都公开了美国的人口计划 一时之间闹得全球非常激愤 巴西政府经过仔细调查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国家44%年龄 这个在15到55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全部被永久性的绝育了 55岁以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就被卷入这项计划当头了 那么实时这些计划生育都是哪个机构呢 他们这些机构主要是国际计划生育联盟 美国开拓基金基金会 这个避孕联合会 以及国际家庭健康组织 这些组织背后都属于美国国际开发署 换句话来想 这个整个巴西黑人的后代就将灭走 没了 而这种兵不血刃的方法 那真是较绝 可以说不知不觉把这个人口就降低了 有人会说了 那你不会反对吗 是不是 那你就不做绝育 其实吧 这也是无奈之举 究竟是选择饿死 还是选择顺从呢 可以说 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一个妇女 失去了生育权力 你必须得照人做 而且还成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帮凶 可以说为了不暴露美国的狼子野心 于是美国就变成法子的来掩盖这个事实 对于贫困国家就大肆宣传 说你们之所以穷 知道为啥吗 就是因为你们人口太多了 增长太猛了 只要你们按照我们说的做减少人口 你们就得有钱 你们就能富起来 说在这些谎言之下 才有这些人找到了 美国经济学家 这个威廉安道尔 也在他这个粮食战争的一书当中也说了 美国的新政策 实际上就是想办法除掉那些阻碍 我们获得充分低廉原材料的略等人 这就是人口计划的真正含义 我们现在再看看2019年 就是席卷中国的新冠疫情 迅速蔓延至全球 那么是不是这个美国 清除人类计划的一个部分呢 就目前来看呢 这次席卷全球性的疫情已经给咱们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吧 全球死亡人数已经达到百万级别了 可以说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是不是美国实验室研究出来这个病毒来消灭人类的呢 根据俄罗斯这个报道吧 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了26个身份实验室 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变相说这是由美国控制的 可以说自从2017年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就开始在乌克兰境内开展了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这个活动 一直到2019年12月份 武汉突然出现新冠病毒的时候 美国也非常巧合的停止了相关蝙蝠这个实验 这难道真的是巧合吗 其实不光是这些 美国国防部更是以各种理由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了生物实验室 据相关数据统计 美国生物实验室大概约有336座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吧 我这里想问问你 你研究这些细菌 你这是想干嘛呢 真是考虑不懂 而国际社会上也是一直想知道美国和这些开发这些实验室 到底是目的是干啥的 面对这种质疑呢 因为美国都会选择唐赛或者直接无视 我不屌你 那么到底美国是不是在研发生化武器呢 其实美国关于研发生化武器也是由来已久的 为啥大家这么猜疑呢 就是在二人结束的时候 每个国家都忙着整理战犯这个事情的时候 而美国却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把日本731部队石井次郎以及成员 痞乎下来了 十七成功逃脱正义的审判 更是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战争的一个责任为条件 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呢 包括细菌实验呢 还这个毒气实验等等方方面面的数据 可以说在美国这个PU下吧 731部队几乎所有的人 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行而得到应有的惩罚 而美国获得这些血腥的数据资料以后就加以利用了 进行了生化武器研究 促使德特里特保基地的战后迅速发展壮大 那么现在啊 美国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 遍布欧洲非洲各大陆 并且这些实验室呢 安全事故是频繁 给司法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最为典型的是啥呢 美国生物实验室在格鲁吉亚这个行为啊 更是非常非常恶劣 有消息称啊 美国这个生物实验室 把格鲁吉亚人当做他们的实验品 直接给格鲁吉亚人直接注册这个病毒 这也导致了数十名这个人丧命了 那么美国为什么在全球弄这么多的生物实验室 难道真的是要实施人类清除计划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美国就是在玩火呀 要与全世界为敌了 这不是吗 那么这个人类清除计划 也不仅仅于对资源的掠夺 更是畏惧其他民族的一个崛起 一种心态 这不是生怕任何一个民族超过你美国吗 那么大家认为美国真的是在实施人类计划 这个实验室真的是培养各种细菌吗 希望大家评论区讨论员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